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由金秀贤金志愿主演的韩剧《类之女王》 自开播以来每集都让大家看得很过瘾 当然收视率也是一路狂飙 这不用特别说了 16日更新第三集 白贤又因为及时的英雄救美 开枪猎杀山珠救了红海人 之后在家族地位大大提升 因此得到了地质鸡腿的赏识 每集都藏惊喜的编剧 第三集送上金秀贤的好身材 长达快30多秒洗澡加落上身的画面 除了观众开心 女主角也偷偷心跳加速了 白女婿英雄救美在家中地位升级 女王家族到了每年固定打猎的地方度假 在打猎过程中 红海人差点被山珠撞翻 好在白贤又的及时出现 英雄救美大成功 红海人有意为脚踝扭伤无法走 白贤又一路从山上把她公主抱回家 让全家人都看傻了眼 这也让白女婿在家中地位瞬间提升 丈人亲自帮她加地质鸡腿加菜落 二人同睡一间房 从不愿意变成狠心动 二人同房这段可以说是笑着看完了 母哈哈 白贤又先是因为不想回房间 想尽办法拖时间 但回房之后才是精彩的桥段 红海人先是要求她帮忙脱衣服 有说你不脱吗 让她下的小路乱撞表情一堆 结果红海人只是要她去洗澡 这里大家是不是也有乱想 还是只有我 二人久违的同床红海人 要求要抱着睡 当然编剧没有忘了观众的福利 锦绣闲洗的不是一般韩剧里的战斗枣 是还有murmur的台词的慢慢洗 整段家裸上身总共有30多秒 让大家看好看满 就连女主角看完之后 也在浴室里说了 这么久没见 她的身材是发生什么事 以为自己是野兽男吗 这像勾引谁 全身发热山峰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 这集真的可以用姨母笑全程看完啊 二人洗完澡之后 躺在加大双人床上 却说床很小 哈哈哈哈 这时候画面开始回忆三年前刚恋爱时 一起睡在单人床都不觉得小 后来你主动要求 如果你觉得床太小 要不要抱在一起睡 惨遭金秀贤狠狠拒绝 海用角展示了床 其实不小的意志 但屋里女主角可不是会轻言放弃的人 直说就算不急 要不要还是抱在一起睡 再次吓坏金秀贤 让她表情当机 结果又是开玩笑 后其中那个心跳的配乐 真的以为要抱了 除了编军很会 后置剪接也是强者啊 洪海人开始单恋 白线又上班 一直在偷看 洪海人上班时 眼睛全都在老公身上 不经意地问了秘书 有女人结婚超过三年 看到自己的老公 还会突然心跳加速吗 母哈哈 已经被工作小魔殆尽的秘书 用死神烟表情反问 是心率不整吗 洪辉说 是有点帅 让秘书再度质疑 那个人是生病吗 这时洪海人竟忘我的说出 觉得老公的肩膀非常宽阔 想要被拥抱 仿佛就是行走的性感炸弹 秘书紧皱眉头回说 真的要劝你朋友去看医生 他生病了 这段洪海人 从高冷霸总变成单恋小女孩 金志愿自然的演技转换 也让人好心动 洪海人前男友强势来袭 白贤佑突然好紧张 听到老婆晚上 跟前男友隐音声有约 本来很期待 他不要回家的白贤佑 突然紧张起来 急着找老婆 结果看到隐音声 损喝嘴的洪海人回家 让白贤佑突然促进大发 忍不住抢了对方 而酒后的洪海人突然对着白说 从现在起 我要做我以前不会做的事 抢吻了老公 欧摸欧摸 第三集停在这里 真的让人很难受啊 不过也正式预告 满满的爱情戏 即将席卷而来 有人要一起熬夜追第四集吗 金秀贤退伍后 凭借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 而人气暴涨 接着与车胜员合作某一天 凭借黑化演技获得肯定 而最近 他与金志愿合作 新剧类之女王 化身豪门坠绪 怕老婆的可爱模样 再度狙击女心 即使平时荧幕上帅帅的男神 居外却有着黑洞美 韩国论坛有网友分享了 金秀贤一系列求求的尴尬瞬间 可爱的模样 马上获得广大回响 金秀贤最经典的 莫过于被封为握手 被拒难了 因为每次 或别人握手的时候 粉丝都没看到 被拒绝的欧巴 有时露出尴尬的苦笑 有时则装作若无其事 而且看服装以及场地 可以看出欧巴在同一场活动 可能就发生了好几次这种情况 欧巴无处安放的小手太可爱 金秀贤曾在访问中被问及此事 他表示 我觉得我不是被拒绝 只是时机不对 他还说 我能回馈给粉丝的 好像只有握手而已 可是却被拒绝了 不止被粉丝 金秀贤在跑来自星星的你宣传时 也曾被全智贤忽略 无措的双手可爱的来回摆动 但努娜就是没看到啊 而在前阵子举行的 《类之女王》制作发布会上 看起来金秀贤原本想着 要让金志愿挽着她合照 为此还微微抬起了手臂 没想到金志愿完全没注意到 于是金秀贤只能装没事摆其他pose 然后在工作人员为演员们抵麦克风时 明明就这样一排发过去 却唯一漏掉了金秀贤最后才补上来 不止握手背剧 金秀贤其实还有录制体制 每次都会往奇怪的方向去 还要旁边的工作人员把她拉回正轨 这点跟好友IU根本一模一样 看完有没有被金秀贤的反差萌给圈粉呢 一千金秀贤上Running Man时 就曾被李光珠贤是长得帅的傻子 这个形容简直不要太贴切 而出生于1992年 今年32岁的金志愿 MBTI属于不容易随波逐流 坚守自己信念的调停者INFP 影家中父母叫颜格 从小时候即被教导要有礼貌 礼仪要到位 而没有拍摄日程时喜欢待在家里 和相差两岁的亲姐姐分享生活 倾诉心事与姐姐的关系非常好 金志愿在幼儿园时期 曾经遇到一位非常温柔 带她很好的老师 因此让她有了 我也要成这么棒的人的想法 是她到国小时的梦想 都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园教师 从小就对能够表现自己的任何事物 保持着喜爱及热情 国小时曾参加话剧社 哪怕是小小角色也会参与演出 国中时也在长驱的教会里担任钢琴伴奏 参与过教会举办的圣诞节公演 后于2007年国中三年级时 在街道上被经纪公司星探挖掘 进而开启了她的练习生生涯 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都是从这部作品 开始注意到金志愿这号人物 那就是玉带王冠 必成其重几成者们 虽然此部作品也是以校园为背景 但这是金志愿第一次出演反派角色 她也曾于采访中表示 对系里刘瑞秋这个人物 还是有着满满的感情 并且通过这部作品感受到了 原来我还可以这样演的体悟 后也因出色演技 即由此剧于2013年的SBS演技大赏 货班行星赏 可以说是她演员生涯中重要的转列点 在出演继承者们后 金志愿终于在2014年 与好日子担任了出道三年以来 第一次的女主角 海市携手大前辈俗指线合作 虽然因为好日子是在网络播出 没有引起太多热议 但金志愿仍以细腻的演技 刻画了剧中角色 而获得不少人肯定 而说起金志愿的代表作 就绝对不能不踢到太阳的后裔了 此剧在2016当年播出时 有着最高收视率 曾达38.8%的记录 是当年收视成绩最好的电视剧 其中金志愿所饰演的影明珠 和敬酒饰演的徐大英两人 又被称为救援CP 获得许多人气与观众喜爱